特朗普最近遇到了大麻烦,国内遭遇指责与围攻,包括金融大鳄在内的传统势力开始发起强硬反布,国外遭遇土耳其公开指责,俄罗斯更是强硬出招,让特朗普没有赚到任何便宜。 近期美国的亲密盟友欧盟也直接亮明态度会与美国斗争到底,兼职在伊朗问其上站在中俄一边,兑现其与伊朗的承诺,采取措施要开美国制裁,继续购买伊朗石油,针对中国,特朗普招数用尽,可是中国亏然不动,反而美国国内遭遇了大麻烦,内容外患,加上中期选举的日子越来越近。 特朗普真的着急了,开始没有底线的出招了,根据美联社9月25日报道,美国政府通知国会,决定向台湾出售总额约3.3亿美元的武器装备,很显然,这是特朗普指出的另一个招数,也触碰我们底线的招数。 国防部发言人热国强强硬指出,中国军队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,向美邦提出严正交涉,美国的做法严重,违反一个中国原则,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,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,严重损害中美两国两军关系和台湾和平稳定。 燕国强表示,我们强烈要求,美方可守一个中国原则,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,立即撤销有关对台军售项目,停止售台武器和美台军事联系,以免给中美两国两军关系及台海和平稳定造成进一步损害。 很显然,我们的立场十分鲜明坚定,亮剑,国防不发言人,为何如此霸气? 因为,身后是越见强大的中国,因为,有崛起的祖国,成为他们霸气的后盾,底气的来源。 中国军队有能力,有决心挫败一切分离祖国的企图。 将开选一切必要措施,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,美国就是个我行我素,不将信用的国家,为此,中国必须强大起来,要彻底改变中国被人欺负被人凌辱的面貌。 希望美国能明白这个道理,中国军队有能力,有决心挫败一切分离祖国的企图。 将开选一切必要措施,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。 在涉及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问题上,我们的态度是坚定的也是明确的,老祖宗留下来的领土以侧也不能丢。 人无信不利,国无信责衰,在国际关系中,每一次变脸和出尔白尔,都是对国家信誉的损耗和挥霍。 再多的颜柔仔也得不上一次重心手诺,毫无疑问,这是美国疯狂的招数,也是失去了分寸的胡乱出招。 恐天下不乱者,为美国事业,美国在世界各地煽风天火,制造动乱和死亡。 感到世界强使棍,其目的只有一个,维护美国霸权和所谓的美国优先。 但是特朗普的急躁和胡乱出招没有想法和智慧,只剩下了野蛮和急躁,这种行为只会压斯奇衰落。 特朗普的美国优先,打压中俄同时,也打压自己的梦友。 让欧盟,日本等可每周离心离德,美国以自以一国之力,立抗世界,那有不败之力,敌人闹得越狠,台独折腾得越厉害。 我们越有机遇,不要害怕不要退缩。 绝对不允许一寸土地,从祖国分裂出去。 这是我们的底线,也是我们的核心立场。 美国的闹腾,也让我们迎来了历史大机遇,实现祖国统一的机遇。 美国妄想继续利用对台军兽维持所谓的海峡远安军力平衡,是不切实际的荒唐思维。 美国国力是江河热下,日暮西山了,但所谓反族之宠死而不将,以美国现在的国力,依然是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。 我们保持战略定力,不认识但绝对不怕事,让美国主动着极调出来。 让其次取灭亡,三线越加河吞吾,现在的美国也如同当年的吴国。 当年的越王高建如果不能忍耐,绝对不可能有后面的成功。 所以现在的中国也更应该沉得住气,不能急于求成,谋事在人城市在天,我们就是希望特朗普更加疯狂。 搞得国际国内天怒人员,就是让疯狂的特朗普割裂美国社会,让疯狂的特朗普故意在台湾闹事,为我们统一祖国创造契机。 现在,只需要等待,静观其变,既不无所作为,也不贸然行动,发挥我们持久战的功力,凭借中国的耐心。 这会和毅力,美国绝对不能在持久战中赢得中国。 美国现在又闹了,也可能是帮助赢得统一机会,不撤销必将是十恶果。 中方已经发出强硬警告,美索招将为祖国统一创造良机,我们要做的就是团结一心。 快速发展,强大自己,练强肌肉,形成让低胆含的本领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